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说的是历史上最大冰雨 陶哥眼睛里就看着下了点茫茫雨 只不过下的时候不太对 12月份的下旬的冬至那一天的半夜开始下 下了12个小时 把北美最大的最具有现代代表意义的大城市整个给瘫痪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过这概念 人的现实的生活的一面呢 看到的最物质的一面 其实是最无能最脆弱的一面 当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几百万的城市 它没了电了 就是咱家那个县呀 看啥被人给掐了 就全都歇裁了 你今天上这个什么沃尔马上一些超市 你看看有电的地方 特别是特别是咱中国人 弄个电话就在那插着电子 人在那连夺脚 昨天晚上看这场景 我觉得真是真就是很说不上的一种心态 人脆弱到这种份上 但是也跟大家讲过 说2013呢是蛇年 这个今年的遭遇的事情会很大 而且这些事情一定第一跟共产党有关 第二跟整个全球有关 那我们现在应该说 从大家看这期节目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说 2013呢没走眼 这个涛哥遥遥领先的这个谣言 基本上在 基本上在兑现 那李东升下来之后呢 这件事情的代表的反响非常大 他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本来我在一期节目当中说 周永康呢 应该是在这个周末 有可能这件事情揭示出来 周永康没出来 李东升露头了 而李东升是个什么东西呢 涛哥的话不是个东西 人家是个人 那你说他是个东西呢 他又真不是个东西 不是东西 你就骂人 原因就是他的历史的过程 他是一个罪恶的过程 他从中宣系统到了这个公安系统 以至于到这一次被拿下来 在中共的有关的这个通稿当中 写的非常特别 中央什么防止邪教 什么什么小组的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 然后说中央公安部的党委的副书记 然后说公安部的部长 大家要注意 如果从国家的角度上说 他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 这是他正差 如果从党务的角度说 那是中共中央公安部党组副书记 这应该是放在前头 他为什么把辽宁的帮子的名字放在前头 太有来头了 咱们可以断言说 周永康这事 下一幕拉开了 我曾经说过 说周永康人说是 是死了 到这儿是死了 咱早说死了 但是我说 踩着周永康的后脊鸟 拉开了另外一幕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德国之声报道题目 他说挺简单的 叫李东升已经落马了 周永康还远吗 其实你让我说 预言引禁 周永康已经完了 是只死老虎了 这是涛哥半年前 一年前就说的 他是只死老虎 关键的问题 是大家不小心的看到了事实 李东升干掉了 610办公室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 但这一次干掉他的名字 是610办公室主任 说明今天中共上层 截止到现在 我们不能说以后 截止到现在 他们有意要把610这件事情 拿在前头 这是非常清晰的概念 那西方媒体在相关的评论当中呢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选择的时间是上星期五 晚上7点40分 拿出了这个消息 没有任何评论 那西方呢 又在马上要过圣诞节 所以相关的一些评论比较少 但是呢 德国之声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清晰 他上来就讲说 那李东升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新闻系 他是专业的 那紧接着在央视干了22年 2000年出任广电局的副局长 大家注意到李东升主管的节目 就是焦点这个 就是焦点的这个 什么焦点新闻焦点时刻 那2001年上一个12年的 过小年的晚上的六点半 播的新闻 主要的新闻 全国播放 就是所谓法轮功学院天安门自焚事件 事情发生在下午三点多之后 那六点钟就可以播出来 空前绝后 蝎子拉是独一份的新闻 就是那一次的新闻 播的非常的及时 而整个我们看到的视频呢 有长镜头 有中镜头 有聚焦 有拿着防火毯 有拿着灭火器 什么工具都有 今年天安门的爆炸事件 没了长镜头 没了短镜头 没有灭火毯 没有灭火器 武警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家奔驰SUV就给撞了 天安门广场 两次 两次天安门事件 放在一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那一次 在主导有关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 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 就是李东升 而今天被拿下来的 就是610办公室 主要来负责迫害法轮功 这件事情的人 就是他 而他被拿下 所以在这个德国之声的报道当中 也明确讲 中共从来没有承认 有610办公室 但是 这一次拿掉李东升 却说 他是610办公室的主任 文章再次提到 有关李东升拉皮条的事 我觉得这就无所谓了 今天党干这事 就 那党要不干这事 就不是党 咱这么说 不干这事不是党 那这个内容呢 比较多 但是我想 主要我们是放在他 相应所附带的意义上 纽约时报曾经提到说 李东升 李东升事件是接近了事件的核心 预示着周永康最后收网的时候到了 我个人觉得呢 你可以说叫收网 也可以是开了另外一张网 因为你现在的事情全改变了 周永康在此之前被掌握的罪名 全是个人的罪贪污 石油系统和这个四川系统 而到了610 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是整个中共大决裂的问题 这是让涛哥的话说 今天让人们有机会 能够走出在过去时间里 以江泽民为首的 为代表的 现任中共很多高官 在过去时间里所犯下的罪恶 而这个罪恶 直接就是 我们讲说 对这个法轮功的迫害 那国内比较著名的学者 张立凡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按照中共惯例呢 在圣诞节期间所公布的一些敏感的事情 都是更大的事情 而这样的事情 预示着后面将有比较核心的部分 被揭示出来 所以我说 李东升的事情是揭示了 揭开了另外一幕 李东升610 直接是成立于1999年 对法轮功的迫害 6月10号 那也就是今天中共上层 直接跟江泽民对着干 这是直接的冲突 张立凡在接受采访时 接着说 对周永康可能进行政治指控 那陶哥原来就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对石油系统的整个的检查 整个的说法 那都是他个人的罪 捞点钱 这年代 谁跟钱要仇啊 你不挣他挣 他不挣他挣 你轮着我 我都很难说 在这样体制之下 你说我不挣钱 放着白花子银子不挣 群眼留鼻定 但是反过来又讲 君子取材 应该是有道的 应该人 应该有人性的 有些钱是不能碰的 但是在此之前 对周永康的治罪 都是在钱上 但是到了李东升 就是政治路线 就绝对是意识形态 绝对是今天 习近平直接 就是中共现今的中共上层 直接向江泽民 整个原来的派系的动手 那张亦凡也这么认为 他说 中共现任当局 从周永康外围 一为一为推进 一直到了李东升的层面 可以断定的说 将对周永康 进行政治指控 政治指控 对这个体制本身的冲击力很大 经济指控 就比较稳妥 这个形势走下来 可以让人们明确的感觉到 清理石油帮 是从经济入手 而清理李东升 则直接给周永康 加上政治罪 那这样的罪 将很难讲 是什么样的罪名 这里包括政治阴谋 颠覆 叛乱 所有的罪名 你都可以被拿在台面上 而原来的国务院的 这个前秘书 叫做于梅孙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 可以清楚的意识到 动了李东升 就动了周永康 及其整个派系 我们就不清楚 这个时候是否将往下 直接追究江泽民的责任 那另外一个呢 在22号的下午 这个香港时间了 下午两点钟 香港呢 据说有一个山 本身就叫狮子山 狮子山的俩眼睛红了 我跟你说 这东西吓人 他具体报道是这么说的 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 神韵艺术团 在过去的巡回演出当中 记得曾经有一个节目 那这个节目就叫 狮子眼睛红了 我在我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原来有介绍过 一个老太太 心地很善良 给人要饭的实际是菩萨了 给了菩萨一碗粥 结果给菩萨粥的时候 跟菩萨说 不成我也得 我给你半碗 我得留半碗 菩萨说你有善念 说那你这样吧 这个村口有个石头 狮子 如果眼睛红的时候呢 你往高处跑 肯定就麻烦 你要往高处 然后这 这菩萨就走了 然后老太太就 逢人就说 然后人就乐 他是疯子 然后有一天呢 村里的小孩 就用这红颜色 把这个狮子的眼睛染红了 老太太就看见了 说大家跑啊 往山上跑啊 这个这狮子眼睛红了 然后人们就笑 那些聪明的人 笑话这单纯的老婆婆 老婆婆没办法自个儿跑了 结果他跑上去就发水了 啥意思呢 你记住 一切的事情的发生 一定跟我们现实的环境相关 人自己以为所做的事情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那肉眼凡胎看不见的力量 在迫使着你 约束着你 使得你很不自觉的 就去做那样的事情 你以为是你做的 其实是神明的慈悲 但是反过来说 那如果有神明在 神明自己有自己的危言 会用他自己的角度 又符合我们现实人生活的习惯 给你展示出来 信不信随您 那12月22号下午2点钟 香港的石石山的石 这个狮子的眼睛 红了30分钟 那这事就是个事了 对吧 神明音乐团在他的过去的演出当中呢 有过这样的节目 那我相信呢 所有的朋友呢 有那么一句话 出来混做了就得还 这是第一个 还什么呀 还什么呀 你干什么不好的事 你干什么缺德的事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说我谁都没看着 对吧 我就说那句话 你以为谁都没看着 你以为眼见为实 眼睛毛 离你的眼睛最近 你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眼睛毛 所以别干着缺心眼的事 实时的眼睛红了 有照片 而现实的环境 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到 中共本身的邪恶 拒绝邪恶 保住善念 没准就有好事 幸不幸由您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